然后就是接一下那个开源之下 我们今年有参与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社区里面 有学生说找不到导师 这里for the record 我们的导师就是响应的还是蛮积极的 然后在选学生的时候也很纠结 那我就开始了 今天我的演讲内容会分为四个部分 争取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结束 好让大家可以去抢到最新鲜的茶屑 OK let's go 第一个就是关于我 第二个是Answer解决了哪一些场景和问题 然后第三部分是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 我们是怎么样从提问再到帮助用户更好的找到相对应的答案 第四个是一些小展望 如果大家想提问的话也可以待会提问 因为我们的产品 现在就在下面 辛苦了过来看一下 验收一下我讲的怎么样 OK 关于我的话我没有单独做一页PPT啦 因为我就在这里 然后跟Answer相关非代码的一些事情都是我做的 比如说像社交媒体运营啦 翻译文档啦 找文档啦 跟开发聊聊天啦 我又找到了一个奇怪的bug 为什么你们没有测出来啦这样子 然后那我就继续 然后不知道大谋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有人可能我们就 比如说我会找你说 OpenRank那个文档在哪里啊 然后你说在这里你就给我了 过一会儿可能Richard也去找你 然后你开始觉得OK没有问题啊 我可以应付得过来这样子 但是直到有可能有十个人在问你同样一个问题 或者一个人问你五个不一样的问题等等的情况 你可能就整一个大崩溃的动作 而且有可能你们的对话是在邮件里文档里 有可能是线上聊天软件里 或者是现实聊天里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渠道 你可能就是在各种找 而且找到的信息也不一定是最新 就是更新到的 那你找出来就整个崩溃 浪费了时间也没有找到相应的答案 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地暂停一下 就是其实提问和回答的本质就是 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老板来了 我有一个问题 而你有答案 比如说我想问小雅说 你可以向我介绍一下 蚂蚁开源的相关情况吗 他可以告诉我 他有我的这个答案 比如我想去问 你可以向我介绍一下 阿帕奇相关的情况吗 我第一次发版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那么你有我想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其实 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 他自动地把一个问题和答案 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了 那么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就不会出现了 在Answer里面 我们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我们通过帮助用户提出自己 用比较简练的语言 提出自己想要的这个问题 而且通过组织整理和分门别类的方法 帮助大家可以使用ApacheAnswer 构建一个可持续更新的知识库 我们把刚上述的解决思路 都放到了我们的产品里面 这个大概是一个产品的截图 好的 那先简单地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的发展历程 我们是于2022年的10月份 Answer Beta上线 并且开源 上线级开源 2022年的12月 我们的1.0版本正式地发布 那去年的10月份 我们进入拉帕奇的孵化器 然后今年的1月份 达成了10K的Github Stars的成就 今年6月份有上到 Apache Project Spotlight的 那个官方博客里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上面展示的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 问答的构建平台 你可以使用它去搭建 包括但不局限于 比如说像用户支持中心 因为当用户遇到问题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答案 作为解决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用它去搭建支持库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 在本地部署 然后搭建了一个 自己的支持库里面 有放Answer相应的 各种的知识啊等等 然后它是主要是 以构源和TypeScript构建的 是一个典型的 前后端分离的项目 我们也自动适配了 桌面端和移动端 然后中间这个是 当时这个原话是 Home is where our heart is 就是家在 情在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 从第一天上线 就已经开源了 所以Open Source是在 Apache Answer的 这个血液里面流淌的 我们的心跳也和开源一起跳动 这样子 这个只是我们宣传单的一部分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咱们可以出门右转 我们会有一个booth 我们的Committer 大伙也会在booth那里等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的Committer 去做交流 那么第一步就是 快速上手 好用易用 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 其实他们本身写的文档 已经非常简单 跑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我只是稍微地把它的 这个语言的风格 变得稍微地轻快一些 但是其实对于一个 非开发人员来讲 可能开始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在AI的帮助下 现在也已经非常熟练地 掌握安装和拉取最新的版本 其实在Apache Answer里面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问题和答案的连接 正如这个大会 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抱着 自己的问题过来 寻找相应的答案 那么像开始提到 我们会帮助用户 自然地去构建知识库 其实提问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方法 在Apache Answer里面 当你输入相关的 问题的关键词 我们会在下面提示出 就是相近的问题 当你看到 这个问题社区里 已经有人提问了 而且也已经有答案了 我可以跳过去 如果没有答案的话 我可以先跳过去 给这个问题点一个thumbs up 表示我也很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样子的话就会避免说 肯定会有人讲 如果有很多很多 一样的问题怎么办 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部分的 有相应答案的问题 用户已经可以点击去 找到自己的答案了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当你提问的时候 你知道社区里面 谁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你有想 觉得说这个问题 应该很多人都想去提问 你可以去直接 at这个相应的这个人 这个是我自己捏的一个人 然后你可以去 直接tap他 让他帮你去回答这个问题 与其干等 不如直接出击嘛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tag 在Apache里面提问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每当你提出一个问题 你需要自己打上一个tag 去帮助他做分类 那你可能又要问了 我找不到我这个tag 该怎么办 那你可以先打一个相近的 然后社区的管理员 会去review你这个问题 把你的tag进行修改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关注一个tag去 就不会去错过说 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随着tag的加入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根线吧 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的社区 你的支持库 会变成一张巨大的 无限延展的网 而每当你需要去更新一个相应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 点击相应的tag 就可以找到它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答案 进行及时的更新就可以了 就像在阿帕西孵化里面一样 每次发版我们都需要去做投票 其实在answer里面也是这样的 当有一个答案出现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去为它点赞 然后如果像比如说 这个得赞比较高的答案 我们会把它选为best answer 它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下面的第一个答案 这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找到 他自己想要的信息 也可以帮后面 就是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快速地找到相应的信息 不用再花时间去看 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优解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相信可以打破信息孤岛 让团队的协作更加的高效 而不再是你知道你有我想要的 但你不告诉我 或者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但是我不告诉你 在apache answer里面 你可以去尽情地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答案 然后让社区决定哪一个是最佳答案 第二个想聊一聊的话 就是人和人的连接 这也是我们在apache answer里面很关注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最新版本里面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reaction的功能 以往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答案 也看到一个问题觉得他提得很棒 我们可能又不好在下面就是说 这个问题好棒 我也很想知道 你可以暗戳戳地点一个爱心 或者是微笑去表达说 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或者是我对你这个答案也蛮感兴趣 说你提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样子 就可以让大家在情感流露上面变得更加的简单 其实对社区来讲也是蛮激励的 当你打开你自己的提问 你看到你下面有很多的爱心和笑脸 还有一些鼓励性的评论 我觉得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会变得很好 第二个就是声望和激励 这个是我在我们官方社区 自己给自己捏的头像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reputation 就是声望值 然后下面我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当时在里面发布了一个 关于我们进入了孵化器的消息 有人就给我点那个upboot 就是那个thumbs up 我通过这个可以得到一些声望值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这种 希望你提的一个好问题 你给出的一个好答案 社区能够给到你一个及时的反馈 你也可以收到 而不是一个感受是一个单向输出的感觉 而因为你不停地去提问 参与到社区中 然后你会获得更多的声望值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一个单向输出的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奖励善行 我们对社区里面各种友好的行为 会通过那个声望值之外 你也可以用声望值去解锁一些 叫什么叫privilege 对比如说我们社区里面 现在已经有三种这种相应的 声望值和privilege的模式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社区的情况去选择 比如说像我们以level2默认的这个 如果你有十个声望值的话 你就可以在一个问题里面发两个link 然后在最近更新的版本里面 我们也把权利就是给到用户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制定更好的声望值和privilege的这个方式 帮助你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套体系 让你的社区用户能够更好地加入到 和参与到你的社区互动中来 然后想体验最新的功能 非常欢迎大家去我们的meta answer的 这个官方的论坛去使用起来 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去提问 然后这个可以看得出 就是我们的设计非常的简单和直接 有人可能会问就是 为什么你们就是这么关注在这个问答上面 而没有做一些很多很多的功能 正如我们其实刚进入孵化器 我们也希望像一个小的社区 它可能开始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 我们愿意跟这样的社区去成长起来 反而如果你提供了非常多fancy的功能 可能一开始我觉得 我可能用不到这么多 不如我们还是回到更加高效地 帮用户连接问题和答案 和连接社区里面人跟人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也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 和自己的项目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apache answer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track的原因是 一个是community over code 其实写满了整个大会的现场 而其实我们的这个track 是唯一在介绍里面带到的 就是我们一直讨论说 社区比代码会更加重要 而在answer里面 我有深刻地体会到 比如说上午我做完演讲之后 Craig就已经在我们的库 帮我们改了一个小小的拼写错误 然后希望他未来也会保持关注这样 而其实answer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每天有上千的用户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用我们的产品搭建社区也好 支持库也好 或者是给自己同学搭建了一个 什么校园论坛也好 同时我们也在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者 一起并肩地去做事情 大家就像跑接力赛一样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可以进入这个体育场里面 这样子这场接力赛 大家就可以一直地跑下去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也有一个team的页面 上面有写出我们的contributor 和翻译的各个人员 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版本有24个 有很多翻译好的 但是还在等大家给我们去做review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加入进来 就像我们讲的 贡献不分大小 你的每一次付出都算数 也非常地欢迎大家 可以加入到我们apache answer的 这个大家庭里面 然后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用户案例吧 然后这个是selectdb 用我们这个搭了一个他们的技术论坛 然后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 他这个网站叫godep.com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写go的一个开发人员 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搭建了一个论坛 然后上面大家就在那边聊一些技术相关的呀 学习go啊什么的 他本身搭建这个论坛的初衷就是说 想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相关的问题 大家一起进步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e-games 它是一个游戏创作者的问答社区 在上面你可以找到 从游戏研发到游戏发行运营的各种策略的相关解答 这个社区其实超活跃的 因为我每天都会上去偷偷看一下他们在聊什么 当然我们有海外的 这个是一个德国的技术论坛 因为语言受限看的不是很懂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多人去view他们的答案 然后但是目前为止会 就是看的人多一些回答都会相对少一些 但一般过一周之后可能又会有新的改变这样子 然后我每周有一部分的工作内容 就是去看谁在用我们的产品 其中有一个论坛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 上面有一些就是抑郁症的患者吧 他们就有在上面搭一个这种自助的论坛 大家有在上面去沟通怎么样可以就是更好 当然也有看到一些越南语的朋友搭建一个技术论坛等等 你会发现Answer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答案 而ApacheAnswer在外面在不同的社区里 在每个人的手里面都可以绽放不一样的光彩 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用ApacheAnswer搭建自己的社区论坛 或者知识库 或者你有什么新的玩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Awarding Badges头像徽章 就像我们第一位讲者讲的就是你在社区里的reputation 是靠你自己去证的 我们的声望值也是这样 后续的话可以通过你的声望值去解锁一些徽章等等 还有一个是我们会集成即时的通讯平台 这样你在问答的时候不需要跳出你当前的工作流 就可以畅想QA的快乐和效率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一些GitHub的酷 和我们的官方论坛 还有我们的Crowding和社交媒体 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做连接 那就社区见咯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兴趣的朋友出门右转走大概两步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booth了 欢迎大家拿我们的宣传页还有贴纸 再次感谢大家把下午宝贵的时间跟我一起分享 谢谢 好 谢谢大华 他事实上超时的时间 缩短的时间是11分钟 内容很精彩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用 现在有在用answer的可以举个手吗 那你们这都是我们的潜在的工作吗 高阳你不算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是强力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做使用或是贡献的 好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私下来 可以到那个answer的booth去参观一下